来自于大陆常熟的内情报道 因为在这当中 台湾的业者传出来 就是于春泰的这个部分 现在传出有所谓的落跑的状况 那么到底状况如何 现在极有可能会造成 对于台商的部分 大陆方面的银行 对他们可能还无信心 那么中天新闻 来自江苏的独家报道 这几天来到柯虹的门口 可以看到三种人 一是拖着行李回家 吃自己的失业员工 无奈的员工之外 还有默默在一旁 替柯虹保全财产 维护工厂安全的警察 以及每天都要上门 碰运气的债主 台湾人说是拿了钱 自己跑了这样子 不是说你经营不散 那你要担当起责任 你就说我现在很困难 怎么你把实际情况这样子 那突然就见人间蒸发这样子嘛 岛站落跑的台湾人 叫做蛇春泰 原本是台商外派大陆的干部 但是靠着和当地官员的 良好关系自行创业 不但轻易取得了 大陆多家银行的贷款 快速扩张 不到三年的时间 儿子 大陆多家银行的儿子 才是对 都不会什么 很容易 二人 他们是说 对 在这儿 有一天 对 人 不只是 六人 确定 我觉得 永远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